請坐下 剛剛這個敬禮也有一個笑話 我記得早年我在台灣 因為我來了三十五年 早年我在台灣那個美國人外國人很少 我們比如說去參加演唱比賽 然後前面有那個所謂國父像 結果救國團辦的或是有什麼貴賓 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就會敬禮 但是我們外國人我們不懂 我們美國人也不懂 因為我們就算把華盛頓的那個像放在那裡 也沒有人在敬禮 因為我們就是放在這裡做一個象徵 每一個人在敬禮 其他的外國人我來了比較久 他就問我說 為什麼那個貴賓給我們看他的屁股 所以你看每一個國人他解度不同 對不對 到今天為止王金平開會也是給大家看他的屁股 所以這樣的敬禮方式我們覺得很奇怪 沒有我們是後來我最近把我在講一些舊的雜誌 我叫到那本時報週刊 就是我們它報導我們認識的那個酒會 是在國賓飯店是72年他們舉辦一個觀光局舉辦一個酒會 他有那個調酒比賽 那個時候72年我看我大概在聯合報誰專了 他就請我在做評審 你知道那個酒啊 我們喝的那個酒啊 酒本身有不同的比重 它有不同的比重 所以其實你兩種酒不同比重 你放在一個杯子裡面 它會自己分 這有一個小姐她就選這個 然後她做出來的酒給大家喝 你知道那個酒形成什麼樣子嗎 青天白日滿地龍 我們所有的評審都傻眼 我們就說那是第一名 我們只討論到其他後面什麼名字 沒有人能跟那個比他拿起來 哇所有的記者拍拍拍 我們就算那個機會 就會上去